这是一只七岁的凹犬 主术是大便之前都会先 拉鲜血 从四月底到现在 初步怀疑是肿瘤 我们现在要做对比超音波 去排除以及确认它的问题 所以我们会建议先清肠 然后清肠完以后 在每公斤40cc的生理食源水 灌洗到直肠 然后同时会形成微小的气泡 把直肠壁都撑开 所以粘末层 粘末下层 肌肉层 都会看得 姜末面都会看得非常清楚 同时可以去评估腹腔的转移的程度 那距离直肠最近是我们的内肠股动脉 的淋巴结 那同时看内肠股动脉的长轴短轴跟长轴的比值 叫SL Ratio 正常要小于0.51 那如果是0.7以上就要怀疑有肿瘤的转移 那这个病例呢 我们同时也看到在后大静脉右侧 右侧后大静脉 我们看到内肠股动脉淋巴结总大SLB值是0.9 所以认定它已经有转移的现象 同时我们会找供应淋巴结附近的血流 然后采它的Ri值 看它的Ri值有没有偏高 来去做认定跟判断 那这是内肠股动脉淋巴结 那我们采样以后呢 发现它的笔值大概已经到了0.9 短轴长轴的笔值到0.9 同时看它的血管采样 血管采样这边明显看到有一个血管的迹象 所以我们会做PW PW正常是0.7正负0.034以下 那如果过高 那就会认定它可能是比较不好的 肿瘤不好的肿瘤 那目前做出来是0.87 那告诉我是比较不好 认定它是有转移的迹象 有血流 然后同时SLB值超过0.71以上 那再来呢 就是我们边打生理实验水的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直肠币会被慢慢撑开 然后再就是要看直肠币 然后当然是往骨盘腔的前缘去找 那这边有一小块隆起 那这边有可能是息肉的位置 或是肿瘤的位置 那到这里就比较明显 在骨盘腔入口处呢 大概前面3公分的地方 有一个团块样的东西在这边 那这边的大小呢 计算一下 然后它同时往我们的肛门口延伸 所以这边的位置大概是在距离肛门口 15公分到18公分左右的地方 那这个肿瘤的直径目前看得到 大概是2公分上下 那同时也会去看这个肿瘤的地方呢 它有没有一些血管的供应 去看它的RI值 看它的O值 那因为同时在打生理实验水 产生microbubble的关系 也会有一些artifate出现 那我们这边做采样呢 大概看得到它的RI 这边RI大概只有0.54哦 比较小的这颗当猪华翼席肉的地方 那真正比较大的问题是这一颗 这一颗大概直径2公分多这一颗 那我们怀疑肿瘤的这一颗呢 目前的RI值是0.77 超过0.7正负0.030 我们下属的这颗是有点小的 我们下属的这颗的好处 我们下属的这颗的好处 我们下属的好处 你下属的好处 我们下属的准处 所以呢,这颗同样是有血流灌注在里面 所以呢,有时候你第一线要选择做直长内视镜 或者是做直长的对比超音波 那我会建议第一线应该是做直长的对比超音波 我们同时可以评估直长壁的粘末层、粘末下层、肌肉层、浆末面 否则你做直长镜只能看得到粘末表面的样子 也没有办法进一步去评估我们的肿瘤转移的情况 所以首选还是做对比超音波